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破裂的飞机残骸里爬出 但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 一个个只站在冰冷的河水中 冷风吹着受伤的脸更冷 一位爸爸紧紧抱着一岁的孩子 用外套包在他的身上 把他高高地抱着 就怕孩子沾到冰水 频频对孩子说话 安抚他 一旁有另一个爸爸 把救生衣给孩子穿 双手环抱 互相取暖 不论是老的小的 都是从飞机残骸里爬出的生还者 他们无助地等待救援 飞机坠落在基隆河 河水看起来不深 但水流强 消防橡皮艇还疑似 因水流强还有固定绳索不够长 折返了两次 救难员还差点滑下水中 终于攀上基附后 先安慰受困的乘客 并清点人数 开始救援任务 第一辆汽艇抵达现场 送上一箱救生衣 接着慢慢拉起受困的乘客 年轻的爸爸 这才把警报半个多小时的孩子 小心地交给救难人员 总计三艘汽艇十多分钟 把受困的乘客都给救上岸 但他们说机舱里还有人 不仅机头内的乘客抢救困难 还有部分乘客在撞击时 被抛出往下游漂流 消防队说他们不会放弃希望 继续抢救 继续抢救